中国研发的科兴疫苗今天早上9点运抵吉隆坡国际机场 是辉瑞疫苗之后第二批运抵国门的新冠疫苗 发码药剂公司下个星期开始将把200公升疫苗半成品 分装冠封成为30多万剂疫苗 到机场见证疫苗抵马的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敬保证 科兴疫苗安全有效 只要我国政府批准使用 中方下个月会再提供10万剂给我国 马航319号班机今早9点从中国北京飞抵吉隆坡国际机场 A330300型号空8 载着200公升中国科兴疫苗抵达 是这个月24号首批辉瑞疫苗运抵之后 第二批运抵我国的新冠疫苗 科学工艺级革新部长凯里 国防部高级部长纳都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外交部长纳都斯里西山姆丁 卫生部长纳都斯里阿汉巴巴 交通部长纳都斯里魏家祥 和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静都到场见证 200公升疫苗半成品装在体格温控空运集装箱 温度维持在摄氏2到8度 在机场完成安检之后 疫苗直接送到负责分瓶包装的发马药剂公司 由他们灌封城30多万剂疫苗 早上10点22分 疫苗在警方的全城户送下 安全送到发马在蒲种的工厂 发马董事经理纳都祖坎南表示 他们将从后天起分装冠封疫苗 预计12天就能完成 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静也表示 只要我国政府批准使用科兴疫苗 那中方下个月就会把另外10万剂疫苗运送过来 他也指出科兴疫苗已经在多个国家展开三期临床试验 中国境内也已经接种了超过3600万剂科兴疫苗 这证明这一款疫苗绝对安全有效 而且印尼政府也通过了清真认证 根据中国科兴与发马公司上个月签署的协议 科兴将在今年内分批提供1400万剂疫苗给我国 保护我国22%的人口免受新冠病毒侵害